如佛王储东顾伊斯迈在上个月25号接任大马族总会长后 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励志振兴我国足球运动 他今天在新山苏丹伊布拉辛大厦和各大媒体体育主任会面 谈论族总未来的发展计划 王储透露在上任一个多星期后 赫然发现族总的账目竟然有高达四千万令吉的赤字 王储坦言族总面对的财政赤字 让新任管理层的挑战更加艰难 而且还没有掌握造成赤字的原因 不过他有信心能够找到赞助商 为国足投注资金解决财政问题 另外东姑伊斯迈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 南方之虎前主帅戈麦斯将取代王金瑞 成为新任主帅 不过他今天强调戈麦斯还没有证实出任 目前族总还在和对方洽谈 NDP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